IT之家12月24日消息 本月初 微信Windows版迎来了3.4.5正式版 仅表示可以把免打扰的群收进折叠的群聊 置顶聊天过多时 可以将其折叠 修复了一些已知问题 IT之家网友现发现 微信Windows版本近日开始内测一项新功能网页版的文件传输助手 适合临时传输文件 比如打印电 如果你足够幸运 那么就可以在登录界面看到这个入口 据称 它目前使用的版本是Windows客户端正式版3.4.5.27 也就是说不需要最新版本也可以使用 首先打开Windows版本微信的登录界面 你会发现右下角出现了一个仅传输文件的选项 如下图 点击该按钮后跳转到网页 然后是常规的扫码登录微信账号 如下图 当你用手机扫码时 手机端界面显示正在打开网页版文件传输助手 你这时可选择打开或取消打开 毕竟被其他不法分子利用 众所周知 当你在PC或Mac以及平板电脑上登录微信后 会在手机端顶部有所提示 那么网页版文件传输助手也是同样 只是不占用你PC端的登录名额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 当你完成扫码登录后 网页端界面就会变成下图所示 与正常的文件传输助手相比 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选择文件按钮和发送按钮 这时你可以通过PC浏览器与手机进行文件传输 简单快捷 但相比PC版功能较简单 仅适合部分场景使用